好 另外呢 吉安乡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将圆满的闭会 那么9号上午吉安乡长游淑珍是亲自前往致意 感谢代表会对于乡镇的建设的支持以及督促 让乡镇的执行 让乡民服务推动的更加圆满跟完善 为期两周的吉安乡代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将在10号圆满闭幕 假想游淑珍9号上午亲自前往致意 感谢代表会对乡镇建设的支持和督促 他还表示 吉安乡是全国人口数聚观的乡城 实际居住人口数更高达10万人以上 但是在财政裁员部分 每人所用税出额度及所获累计于错 在全县13乡镇市都敬陪莫作 不仅显现出吉安乡财政上的结局 更考验着公所以最精简的预算 创造出最优质适性余需的能力 在整个吉安乡我们这三年来 共同在中央县级争取了 5亿7千多余元的建设跟规划经费 在社会福利我们也争取了 全国来自于十方各界的友善益助 总共寄注我们社会福利仁爱基金292.8万余元 我们相信在吉安乡经费财政相互拮据的这个时候 计划型的方案跟中央县府的补助 都成为我们要共同努力奋进争取的一个目标 吉安乡的乡长有此尊对我们吉安乡的认真跟努力 是我们每一位代表都看得到的 那我们每一位代表因为说深层在各个村里面 所以相信对于更细小的部分 然后有乡长没有注意到的 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民意代表 都会在这个越小的细节来提醒我们公所去做 我相信把最美丽的自然环境保留住 然后把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我们吉安 停留在我们吉安消费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游淑貞表示感谢代表会的友善监督 公所团队会许心接受代表们给予的鞭策和指证 未来更会善用每一分毫的公堂 请听民意 以努力不懈精神 继续推展各项的乡镇工作 让吉安乡成为最幸福 适信宜居的幸福乡城 记者徐丽琴 吉安乡报导